接着我们学习一下考点期新收入相关的新科目 一共有四个新科目 我们分两组讲解 第一组合同资产合同负债 第二组合同取得成本与合同旅约成本 先来看一下合同资产和合同负债 我们先望文生意 合同资产不就是我们企业和客户签订合同而形成的资产吗 而合同负债不就是我们企业和客户签订合同而产生的负债吗 那根据望文生意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二者的官方定义 首先合同资产 说合同资产指的是我们企业已向客户转让商品 而有权收取对债的权利 而且这一个权利取决于时间流逝以外的其他因素 后半段同学们先不看 等一会儿再探讨 我们就看定义的前半段 前半段大白话解读不就是 我们企业帮客户把事情办了 当把事情办了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带助盈有收入 需要劝收入 那意味着事情办了 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企业有权利向客户收取办事的款项 而这一个合同资产指的就是我们企业办事了 有权利找客户要钱 那如果说把事情办了 客户还没有给钱 我们先借一个什么 借合同资产 带助盈业务收入 那如果说我们在办事的同时 客户把钱给了 他要不要借合同资产 就不用借合同资产了 我们借银行存款 带助盈业收入 而这一个合同资产者的是 我们且当期把事情办了 带助盈业收入 而借方借的是合同资产 一个向客户收取办事款项的权利 这里同学有一问 朔老师 我记得关于这个权利 在之前的书籍关系实务 或者说大学课程中学过 这个科目叫应收账 怎么在这里改名字了 叫合同资产 不要急 我们先讲解二者的主干内容 然后再对比合同资产 和应收账款的区别 区别就在后半句话 先不探讨等会说 讲完了合同资产之后 来看一下相关的收入 一般是我们企业办事了 当其实就办了 我们带助盈业收入 借什么 借的就是合同资产 有权利向客户收取款项 如果后续客户把款项支付了 我们应该带合同资产 借银行存款 这是关于合同资产的主干内容 接着来看一下合同负债 什么叫合同负债 看官方提议 说企业已收客户对价 而应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义务 大白话就是我们企业收钱了 还没有办事 借银行存款 贷方可不可以贷主人有收入 不可以 根据我们五步法的学习 收入的确认和企业是否收到客户对价 没有关系 原来于收入的确认 底层逻辑是权则发生制 当我们企业有权利向客户收取款项了 就应该确认收入 所以说 当我们企业收到客户打的钱 但还没有为客户办事 带什么 先带合同负债 它相当于是主营业收入的一个中转科目 等未来我们企业把收金办了 我们就干什么 就借合同负债 带主营业收入 接着 关于合同负债 有一个小坑 同学们没有注意 就隐藏在定义当中 这里 企业应收客户对价 而应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义务 也称为合同负债 什么意思 直接举个例子 假公司 帮与公司盖房子 期间大概为三年 合同对价为一千万 以公司有义务向假公司支付一千万 而根据合同条款规定 这个一千万 以公司分三年打给假公司 第一年打三百万 第二年打五百万 第三年年末打两百万 而这个款项呢 每年年末必须按时打给假公司 而且打款的进度 与假公司是否完工没有关系 我们一公司 这个客户就正常每年末打款就好了 三年之后 如果说假公司 没有完工 要求他退还以打的款项 以及追逃违约责任 那同学们思考一下 站在假公司的视角 即使第一年 什么都没有干 到了第一年年末 是不是 以公司有义务 向假公司支付合同价款三百万 而且这一个 价款是无条件的 以公司必须 在年末支付三百万 那假设 到了当年的年末 第一年年末 假公司该如何编写快捷封路 首先 借房借什么 如果说以公司把钱 打给假公司了 假公司借银行存款 假设假公司第一年 什么事情都没有干 带什么 带合同负债 那如果说 到了第一年年末 以公司没有打款三百万 给假公司 那假公司该如何进行账户处理 首先 到了第一年末 按照合约规定 假公司产生了一个无条件 收取合同对价三百万的权利 也就是应收客户对价 应该借什么 借应收账款 代方在什么 代方依然是在合同负债 所以说合同负债的产生 有可能是收到钱了 有可能是获得了收款的权利 这个权利是合约赋予的 这是一个小细节 很重要 和我们后续的会计科目 合同结算有关 接着 我们再继续 假设 一个合同当中 又产生了合同资产 又产生了合同负债 我们可不可以将二者抵消 以金额列报 在资产负债表当中 可不可以 先说结论 可以 当期 假公司产生合同资产 一千万 页着 按照 咱们企业办事的进度 有权利向客户收取 款项一千万 而客户呢 当期打款 到六百万 来 同学们 自考一下 合同资产一千万 合同负债 六百万 那我们在资产负债表 进行列报时 该如何填列 其实很简单 我们就直接在 资产负债表当中的 合同资产项目当中 填列 进额 四百万即可 我们 企业有权利向客户收取 款项四百万 原来于 有权利收一千万 客户已经打了六百万 或者我们且产生了 六百万的收款权 而且是无条件的 它和钱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在快捷援眼中 那这个时候 我们在 资产负债表 填列时 我们直接以 金额 填列即可 接着 那如果说是 不同合同 产生了 合同资产 和合同负债 能不能抵消 肯定不能抵消 二者不是一回事 继续 关于这个考点 我认为 2022年 大概率考了一个选择题 原因在于 在我们之前的 课程学过程中 涉及了很多 抵消 不抵消的问题 来回忆一下 那些不能抵消 或有失效 同时产生了 预计负债 和其他一收款 二者能不能抵消 以金额列报 可不可以 不可以 再继续 咱们企业 转移金融资产 风险 报酬没有转移 应该继续确认 被转移的金融资产 同时 因为转移 金融资产 收到的对价 应该确认为 金融负债 这个金融负债 和继续确认的 被转移金融资产 二者能不能抵消 以金额列报 可不可以 不可以 包括这一个 被转移的金融资产 产生的收益 以及新确认的金融负债 产生的费用 二者一也不能抵消 考试可以抵消 还有很多问题 我们后续课程 继续探讨 比如说 等选学评的时候 我们会学习 持有代售的 除去组 那如果说 除去组当中 有持有代售资产 又有持有代售负债 二者能不能抵消 这些问题等 后续课程 继续探讨 我个人认为 极有可能 在2022年 考一个选择题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合同资产 与应收账款的对比 原因在于 同学们在之前的 快计学中 可能学过 应收客户款项的权利 叫应收账款 那为什么这张 改名字了 叫做合同资产 有点在于 二者都是向客户 收取款项的权利 但是面临的风险不一样 应收账款 只面临信用风险 什么叫信用风险 举个例子 假向以 销售商品 今天假交货了 以公司取得商品的控制权 按照合约规定 假公司给以公司 信用期 以公司 只需在 取得商品控制权后的一个月内 把款项及时支付即可 那这时候 这一个收款的权利 假公司面临一个风险 什么风险 万一以公司倒闭了 破产了 跑路了 耍赖了 那是不是遇着 这笔款项就收不回来了 而这个风险就叫做信用风险 而这一个收取款项的权利 只和一个因素有关 什么因素 时间流逝 用不约定了 一个月内把钱付了 只和时间流逝有关 而这里的合同资产 除了面临信用风险以外 还面临履约风险 怎么理解 假设 假向以 销售两批商品 第一批是一千箱 螺丝粉的啤酒 接下来价格 一千万 第二批是 老谭酸菜味的啤酒 接下来价格 两千万 当期 假公司将一千箱 螺丝粉的啤酒 交付给一公司了 是不是产生了一个 向以公司收取款项的权利 多少钱 一千万 但是 根据合约规定 只有假公司 把螺丝粉味啤酒 和老谭酸菜味啤酒 全部交付给一公司之后 一公司 才会把款项 打给假公司 那同学们思考一下 当假公司 交付一千箱 螺丝粉的啤酒之后 产生了这一千万 应收款项的权利 它除了面临信用风险 一公司 倒闭了 破产了 耍赖了 还面临着 假公司自己的 旅游风险 如果说假公司 不能及时的 将一千箱 老谭酸菜味啤酒 交付给一公司 那是不是意味着 之前因为交付 螺丝粉味啤酒 产生了一千万收取 款项的对价 也输不回来 风险加大了 应收赚款只面临一个风险 信用风险 只取于 时间流逝 而合同资产 这一个收款权利 除了面临信用风险 还需要面临 履约风险 如果说假公司 后续履约 产生一些问题 这一笔 合同资产 也收不回来 所以说 该权利 富有一定条件 合同资产 产生的 收款权 富有一定的条件 再举一个 实物中的案例 假设 假未以 带房子 工期三年 对价一千万 按照我们五步法学习 假设在 第一年年末 假公司 才用成本法 算出了 履约进度 百分之三十 那什么意思 假公司有权利 收取款项 一千万 乘以百分之三十 三百万 应该贷 主人用收入 借 借什么 借一个资产 三百万 这个资产是 向客户收取款项的权利 从什么思考下 这里 第一年年末 在确认主要业务 收入的同时 我们借方借什么 借什么 借合同资产 为什么 因为这一个三百万 除了面临信用风险以外 还面临履约风险 如果说假公司不能 及时将这一个房屋建好 你思考下 这三百万 能不能收到 肯定不能呀 一按照合约规定 有公司说了 终于你把房子盖完了 我才会把款项全部打给你 你不能说 你给我盖一个烂尾楼 我给你一半的钱 不合理呀 所以说按照 履约进度 确认的三百万收款权 应该确认为合同资产 它面临信用风险和履约风险 再继续 既然都是资产 都是资产 肯定会产生减值呀 二者减值的背里 工具简直准则来设 来套用它进行减值 而界方界的还是资产减值 投资不是什么 不是信用减值投资 想想在学习金融资产章节 学习相关减值时 关于合同资产这个减值 它和别的减值不一样 它界方是资产减值投资 原来于它是套用金融工具简直 当然考试考虑概率很低 简单了解 接着看一下合同负债 和预收款项的对比 预收款项同学们也之前 多多少少学过 现在也是我们企业收的预收款 那它和合同负债有什么区别呢 它来的区别就比较单一了 适用的范围不一样 合同负债就适用于收入准则 规范的交易或事项当中 而预收账款 适用于非收入准则 规范的范围当中 比如说租资 我们且提前收到了成都人给的租金 确认什么 确认为预收账款 而不是合同负债 这里简单了解即可 不是考试重点 讲完了合同资产和合同负债 与其他科目的对比 我们再来探讨一个问题 这问题也是本考点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 如果说同一个事项当中 同一个合同当中 它既有合同资产 又有合同负债 那是不是我们同时合算感觉很麻烦呀 原因在于根据我们刚才的讲解 清报了二者还要以金额列市 那准则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法 它产生了一个新的合同 叫合同结算 就专门用于替代合同资产和合同负债 怎么替代呢 来看一下 合同结算 收入结转 来替代合同资产 这一个科目 合同结算 价款结算 来替代合同负债这个科目 虽然说 这两个属于新科目 同学们 他俩的账务处理逻辑 和合同资产 合同负债 一模一样 就有用语 一模一样 只不过是一个替代品 原来于实务当中 有些事项 属于是断线的原义物 特别就是假 位移盖房子 建筑服务 在建筑服务当中 经常又产生合同资产 又产生合同负债 都搞晕了 于是呢 我们准则产生一个新的科目 叫合同结算 然后呢 有两个二级科目 分别来代替 合同资产 和合同负债 我们来看一下 相公的账务处理 假设 我们的企业当期办事 确认了主营业务收入 但是对方还没有购我们钱 该懂吧 贷主营业务收入 见方见什么 应该借合同资产的 原来于 时段性履业义务 这个盖房子 我们按照履业进度 确认的这个收入 这个收款权 往往是合同资产 它面临着履业风险 房子不盖完 款项肯定收不到 但是呢 由于建筑行业 往往我们使用 合同结算这个科目 来代替合同资产 所以说 见方写什么 写合同结算 收入结转 同学们可以把它 等同为合同资产 一模一样 就是收款的权利 再继续 如果说我们 且当期期末 收到客户 打的钱 借银行存款 带什么 带合同负债 在这里 用合同结算 价款结算 来代替合同负债 或者说 我们且当期期末 产生了无条件 向客户收取 款项的权利 是按照合约规定 客户每期要过 结算款项 要过付钱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期末 先借 借什么 借应收账款 这就刚才讲过了 源在于 合同负债的产生 一方面是 已收客户的价 另一方面是 应收客户的价 源在于 无论已收 还是应收 我们企业都产生了 一项资产 产生 资产的同时 由于不能 确认收入 所以说代方 先写一个中转科目 合同负债 而这里呢 用合同结算 来替代合同负债 这样的话 更好的可以满足 书当中对信息的管理 接着 关于这个内容 咱们直接来看一道 官方教材的例题 这个例题 应该是这一个考点的 难度天花板 而且考试 还真考过 就把这一个例题 改了改 直接考同学们 但之前考过了 但我认为 依然具有重复 可考性 可能下一次 考一个选择题 来 老规矩 同学们按一下 暂停键 把这个题 从头到尾读一遍 请到是我直接开讲 假设建筑公司 和客户签订了一个 价款为580万的 固定建造合同 就是盖房子 合同不能撤销 叫公司负责 工程的施工和管理 客户根据第三方 工程监管公司 确认的质量 每年 与假公司 结赛一次 大大就是客户 每年负责钱 该工程 2018年2月开工 2021年6月完工 但是呢 这580万 其中有30万 是质保金 客户 并不是说 等到2021年6月完工 就把这580万全付了 不是的 要扣30万不付 要等 等什么时候 等到2021年年底 也就是完工后的一年半之后 客户确定这一个建筑物没有问题 才会把30万打给假公司 说到这里 同学们潜思考 这30万的质保金 属不属于重大融资成分 原来于 假公司在2021年6月份 事情就办完了 可是呢 这个钱 2020年 年底 才收到 我就问你们 这里属于重大融资成分吗 属于属于 不属于重大融资成分 因为 这一个情形 我在之前的课程 总结上讲过 一共有四种 看起来存在重大融资成分 在其实不包含 重大融资成分的事项 同学们 务必掌握 考试可能直接考 选择题 这里是其中一种情形 之所以 扣30万 是有原因的 是为了保证工程质量 咱们再继续 假公司 预计总成本 550万 2019年年底 又预计总成本 600万 2020年年底 预计总成本 610万 意味着 这一个总成本 是不断增加的 这里又有一个 隐含的考点 来思考一下 工程对价580万 原本呢 工程总成本 550万 假公司可以赚30万 但是 到了2019年 总成本变成了600万 假公司一共只能输580万 顺便预计 这一个合同 变成了亏损合同 原来 不能撤销 不能撤销 在2019年的时候 这一个合同 变成亏损合同 包括2020年 这一个亏损 进一步加大 关于亏损合同 我们该怎么办 按照或有事项 要提前未雨 筹谋 确认预计负债 这个考点 很多同学忽视了 它是结合我们的合同 顺带考察 或有事项 亏损合同内容 等到了2019年 我们需要针对 这一个亏损合同 确认预计负债 再继续 假设这一个工程 构成了单项旅游义务 属于时段限旅游义务 假公司采用成本法 确认旅游进度 同时呢 给出了一些关键信息 我们来解读一下 第一行是 截止到美宁年末 假公司发生的成本 2018年 发生成本154万 而2018年 预计总成本是550万 所以说未来 将发生的成本是396万 到了2019年 假公司累计 发生的成本是300万 但是呢 2019年 预计总成本调整了 变成600万了 意味着预计发生的成本 是300万 2020年 假公司累计发生成本 是488万 而2020年 预计总成本变成610万 610减去488 将来发生的成本 是120万 接着到2021年 该工程完工了 一共发生的成本 就是610万 这是关于成本相关的信息 这些信息 方便同学们计算 每一期的履约进度 再继续 同学们再继续 根据合约规定 以公司每年要跟假公司 结算一次款项 大白话就是 以公司每年要跟假公司 付一笔钱 根据合约规定 2018年 2018年 以公司需要向假公司 支付174万 2019年支付196万 2020年支付180万 2021年要支付30万 但是呢 2021年的30万 属于质保金 2021年没有支付 而是放到了2022年支付 第三行是 以公司 每一期需要给假公司 打的钱 但是 这里是合约规定 应该打的钱 在这个钱 当期有没有打呢 来看一下 2018年 其实只打了170万 少打4万 2019年 只打了190万 少打6万 前两年 少打10万 但是呢 2020年 把前两年 少打10万 打过来了 连对于2020年 只需要打180万 但代理公司 打了190万 为什么 因为前两年 少打了10万 2021年 还剩30万 没有打 所以质保金 2022年才打 以上呢 属于我们这要提的 关键信息解读 然后呢 我们就分别写出 2018年 19年 20年 21年 和22年 这五年的 会计处理 诸一分析 第一个 2018年 年底 我们该如何编写 这样处理 首先 根据信息 说明 2018年 假公司 发生成本 是154万 可能是原材料 可能是应付 职工薪酬 我们带 原材料 以及应付 职工薪酬 借风 借什么 这里又产生 一个新的科目 只不过 这个科目 我们还没有讲 稍后学习 科目的名称 叫合同履约成本 我们现在 可以先把它 硬是理解为 是我们企业 为了完成 履约义务 而发生的 各种支出 我们先把它 归集到 这一个科目当中 等未来 结转数时 再将相关金额 进入到主营 业务成本 也可以把它理解 为什么 库存商品 你要想 如果说我们企业 销售商品给客户 我们是不是先 发生各种支出 这支出 要找到一个科目 先记一下 科目叫什么 叫库存商品 等未来 销售商品 在确认主营业务 收入的同时 我们是不是可以讲 我们是不是可以将 库存商品的金额 转到主营业务成本 而这里 这一个合同履约成本 同学们就可以看成 另一类的库存商品 为了完成合同 发生的支出 先在这一个科目当中 归集 等确认收入 我们再将其转到主营业务成本 再继续 2018年 接着到2018年年底 履约进度是多少 题目说了 履约进度是按照成本法来计算 成本法是 已经发生的成本154 出于什么 出于预计总成本 2018年年底 预计总成本多少钱 550万 题目给的 550万 我们可以算出 2018年年底 履约进度是28% 那2018年年底 应该确认多少的收入呢 用交易价格总额 580万 乘以履约进度 28% 可以算出 当期咱们企业 应该确认 162.4万的 主营业务收入 因此贷主营业收入 162.4万 接着 借方借什么 正常情况下 我们企业产生了 收取162.4万款限的权利 应该借什么 借合同资产 但是 但是什么 一般我们建筑服务 都会使用合同结算 这一个科目 来代替合同资产 和合同负债 所以说 借方写什么 写合同结算 收入结转 这个科目 来代替 合同资产 性质和合同资产 一样 我们企业产生了 收取162.4万款 向的权利 再继续 当我们企业确认收入 该干什么 同学们 该干什么 我们该结转成本 我们将 合同 领约成本的金额 转到 主营业务成本当中 有没有发现 它就是一个中转科目 它记录着我们企业为了完成合同 发生了支出 在没有结转成本之前 先把它预规及 当期 当期2018年 2018年从开工到年底 一发生成本 不行吗 一发生成本 我们就把它转到合同领域成本当中 让期末 我们期末 一券 一券数 立刻把它转到主营业务成本当中 它就是一个中转科目 等一会 讲完我们这两个科目之后 再详细展开讲解 合同取得成本 以及合同领约成本 接着 根据合约规定 假公司在当期期末 是不是有权利向一公司收取 174万的合同价款呀 来看一下这里 每年 解算一次款项 第一年 一公司需要向假公司支付174万 是不是意味着假公司产生了一个收取款项的权利 叫什么 叫应收账款 贷方贷什么 贷方贷合同负债 因为资产增加了 我们贷什么 贷合同负债 但是在这里 用合同结算 价款结算 来代替合同负债 和我们刚才讲的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将贷方的合同负债 换成一个合同结算的二级科目 最后 当期我们假公司就收到了170万 解转即可 这是2018年的账目处理 不是很难 唯一的难点在于什么 在于同学们能不能识别出这两个科目的本质 这两个科目的本质 其实就是借方162.4万的合同资产 贷方174万的合同负债 继续 那当期期末合同结算 期末余额在哪里 合同结算一级科目的期末余额 是不是在贷方 174减去借方的162.4 有点合同结算 当期期末 贷方余额多少钱 11.6万 那期末我们在资产负债表当中 这一个11.6万 在哪一个项目当中列报呢 你让想合同结算贷方 它是代替什么 是代替合同负债这一个科目的 所以说这一个贷方余额11.6万 我们期末在资产负债表当中的 合同负债项目当中列报 当然这个内容 后续还会详细讲 有一章叫财务报告 总结一下 当期期末合同结算 如果借方余额 同学们借方余额 我们一般是将其救到合同资产 代方余额一般将其救到合同负债 当然有特殊情况 因为期末其实在时候当中 我们还要去分析这一个合同结算的流动性 当然关于这一个流动性的分析 我们学到了财务报告这张 再给同学们展开讲解 学习本章时 我们可以先硬实理解 期末合同结算 借方余额额 借方余额额它代替合同资产的 所以说在合同资产项目填例 代方余额额代替合同负债 我们就在合同负债项目当中填例 关于进一步的特殊情况 后续章节 才会报告再展开讲解 讲完了2018年账务处理之后 再来看一下2019年的账务处理 2019年根据题目说明 发生了146万的支出 就到合同履约成本当中 接着我们算一下2019年的纽约进度 接着到2019年已经发生的成本是300万 预计总成本变了 最开始的预计总成本 同学们看一下是550万 而2019年年底变成了600万 变成了600万 而2019年累计发生的成本是300万 300万除以预计总成本600万 所以说2019年年底的履约进度是50% 合同价款580万没有变 580万乘以50% 意味着我们累计可以确认290万的收入 来2019年能不能确认290万的收入 可不可以 2019年能不能确认290万的收入 不可以啊 原来在于我们根据目前的履约进度 有权利确认290万的收入 但是呢 有162.4万 这里 我们在2018年已经确认过了 所以说2019年只需要将差额 290万和162.4万的差额 127.6万 在当期确认为主营业务收入即可 同时借房借什么 借合同资产的代替科目 合同结算 收入结转 确认收入同时 我们在截转成本 将合同履约成本 在我们企业期末确认收入时 将其转到 注营业务成本当中 实现收入和费用的配比 接着 我们知道考题当中的 隐藏支线任务出来了 关于亏损合同 同学们思考一下 站在2019年年底 该合同预计总成本600万 合同对价580万 是不是意味着完成这个合同 同学们完成这一个合同 我们企业需要亏20万 那么当期针对该亏损合同 需要确认多少的预计负债 要未亏损把这个损失提前确认了 是确认20万吗 不是的 为什么呢 来思考一下 截止到2019年年底 咱们假公司 是不是已经确认了290万的主营业务收入 2019年有127.6万 2018年162.4万 一共确认了290万的主营业务收入 而主营业务成本 累积到2019年年底 一共确认了300万 那是不是意味着 该事项通过确认主营业务收入 以及主营业务成本的方式 已经将20万亏损当中的10万 予以记录了 合同完工 总成本600万 价款580万 一共亏20万 但是呢 已经确认了290万的收入 300万的成本 意味着已经将10万的损失 就到我们的账簿当中 那我们当期确认多少的预计负债呀 总亏损20万 已经确认了10万 所以说当期我们只需要确认 预计负债10万即可 10万即可 那借房借什么呢 这里我们规定 由于这一个亏损合同和合同结合非常紧密 我们借房借什么 借主营业务成本 当期产生10万的损失 结合这里通过主营业务收入和主营业务成本 已经确认了10万损失 我们其实已经将这一个亏损合同的所有亏损在当期全部确认完了 全部确认完了 接着到当期期末我们已经把这20万亏损全部确认完了 这就是货有事项亏损合同 未筹谋 接着我们当期期末 需要和以公司和客户 这个客户我们统成以公司和其结算款项 有权利收取196万 我们应该借应收账款196万 贷什么 贷合同负债 但是我们用合同结算 价款结算来代替合同负债 而当期我们实际收到的钱是190万 通过银行存款计算 我们思考一下 接着到2019年年底 同学们 接着到2019年年底 合同结算 期末余额是在借房还是在房 以及多少钱 来 2018年年底 2018年年底 合同结算是贷方余额11.6万 而2019年 是1.6万 2019年贷方又增加了196万 借方减少了127.6万 我们通过一通的加价钱减算出 合同结算 在2019年 期末余额应该还是在贷方 来看一下 多少钱 80万 80万是11.6万 加上196万 减去127.6万 我们可以算出 接着到2019年 期末 合同结算是贷方余额80万 贷方余额 意味着是什么 合同负债啊 所以说期末了 应该在合同负债 这一个项目当中列爆 这是2019年的账处理 接着来看一下2020年 依然照葫芦画瓢 照猫画活 2020年产生成本188万 在产生的同时 先进入到合同旅约成本 接着到2018年 接着到2020年年底 加工资已经发展的成本是488万 题目告诉我们的 但是2020年年底 预计总成本上涨为了610万 来看一下 这里 610万 以发生成本是488万 所以说2020年年底 履约进度多少 来看一下 履约进度多少呀 488除以610 是80% 然后呢 用交易价格580万 乘以履约进度80% 是我们累积到2020年年底 可以确认的收入 但是呢 在去年 以及前年 已经分别确认了 来看一下 127.6 以及162.4 这是我们前两年 已经确认过的收入 不能重复确认 所以说应该用 580 乘以80% 将前两年 确认过的收入金额扣掉 而税率的金额174 当年确认为主营业务收入 借房借什么 借合同资产的代替坑木 合同结算 收入借转 在确认收入同时 将成本 旅约成本 转到主营业务成本当中 再继续 看一下我们的 暗线的彩蛋 这个彩蛋 就是我们的亏损合同 按照2020年年底 最新的写息 预计总成本610万 合同价款580万 什么意思 该合同一共会亏损30万 但是 我们来看看 接着到2020年年底 我们企业 已经确认了464万的收入 就是我们2020年的174 和之前的162.4和127.6 一共有券收入 464万 累积券的成本多少钱 题目告诉我们了 488万 那是不是意味着 接着到2020年年底 我们企业 这段该实际 通过主营业务收入 和主营业务成本 已经将24万的亏损 来看一下 24万的亏损 是488的成本 464的收入 差额是24万 这个24万的亏损 已经 进入到我们企业的账簿当中了 而这一个合同的总亏损额 是30万 意味着未来 还会发生6万的亏损 因此我们只需要确认 6万的预计负债即可 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当期 再预计负债6万 借主营业务成本6万 可不可以 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呢 原来在于去年 同学们 去年我们已经确认过 10万的预计负债了 而根据2020年底 最新的信息 我们只需要确认 6万的预计负债即可 该怎么办 转回呀 我们转回4万 来看一下2020年 我们针对获得失效 我们是借预计负债4万 带主营业务成本4万 为什么 原因在于根据我们的推导 同学们 总亏损30万 已经确认了24万 还有6万没有确认 6万没有确认 我们应该确认6万的预计负债 在之前确认了10万 转回4万 这里同学们 千万不要被坑住了 感觉2020年 还要确认6万的预计负债 不是确认6万是转回4万 再继续 根据合约规定 当期假公司应该与客户结算180万的价款 借应收账款180 在合同结算 价款结算180 这个贷房依然是代替合同负债 然后当期 假公司收到了190万 为什么多说10万呢 原因在于19年和18年 少给了10万 两年共少给10万 所以说2020年把之前欠的10万给掉了 这是2020年的账户处理 那接着 接着到2020年底 合同结算 相关账户 是贷房预额还是借房预额 以及多少钱 先来看一下2019年 接着到2019年 合同结算是贷房预额80万 贷房预额80万 然后呢 贷房预额80万 这里贷房又贷了180 借房借了174 我们一通加加减减发现 2020年底 合同结算 相关的预额依然是在贷房 多少钱 80加180减去174 是86万 而这个贷房预额 86万 依然在合同负债项目的当中列报 这是2020年的相关账处理 这题的确有点难 难的原因在于 跨的年度太多了 现在才讲完三年 还有两年 2021年和2022年 我们来看一下 马上结束了 2021年 根据题目说明 贷公司发生成本122万 我们就要合同履约成本 然后呢 2021年完工了 履约进度100% 我们应该累积到2021年 确认收入580万 而之前三年 分别确认了162.4 127.6 以及174 所以说 2021年只需要将差额 116万 确认为主营业务收入即可 就到合同资产的 贴债项目 确认收入同时 截转成本 截转成本 那同学们思考下 截至到2021年 针对该事项 我们企业是不是已经确认了 580万的主营业务收入 以及610万的主营业务成本 只顾580 就是我们 1819 2021 这4年累积确认的主营业务收入 这个主营业务成本 也是1819 2021 累积券的主营业务成本 那什么意味着 我们通过主营业务收入 和主营业务成本 已经把亏损30万 全部体现在账簿当中了 意味着 之前未雨筹谋的事项 已经全部发生了 那么该怎么办 把之前未雨筹谋 确认的预计负债6万 反向急转 这个6万怎么回事呢 来看一下 19年 确认10万 20年 转回4万 意味着接着到 20年年底 预计负债 贷房 还有6万 这是未雨冲谋 提前确认的负债 6万 但是呢 2021年年底 我们这个事情 已经呈安安落地了 相关的不确定性因素 也确定了 亏损30万 也全部就到账簿当中了 所以说之前的未雨冲谋 我们需要反向 截转 这是我们2021年的 相关账户处理 那接着 接着到2021年 合同结算 相关账户 贷房有余额 还是借房有余额呀 以及分别是多少 而2020年年底 合同结算是贷房 86 而2021年 借房借了116 我们一汇总发现 合同结算 在2021年 是借房有30万余额 我们应该在 合同资产项目 当中填链 为什么有30万 这个合同资产30万 怎么当年没有收回 是质保金呀 收到了2022年年底 客户确保这一个 记住我没有问题 才会在2022年 把钱给我们 所以说在2022年 我们贷合同结算30万 借应收账款30万 这样的话 接着到2022年年底 合同结算 没有余额了 因为接着到2021年年底 合同结算 是借房30万 刚讲过 在这里 借房30万 而2020年 贷合同结算30万 借应收账款30万 然后呢 当年收到30万 照题全部做完了 以上呢 就是我们关于 合同结算相关考题的 全部讲解 照题比较难 原因在于 时间跨度比较长 涉及到合同结算内容 以及还穿插了一个 暗线隐藏小考点 亏损合同 但本身我更认为 亏损合同就具有可靠性 同学们课后 多加注意 而这个题也需要反复 研读 忍不定 把它改成一个选择题 来考贵同学 关于合同结算 我再讲一遍 它不是一个新内容 它就是为了 代替合同资产 和合同负债的一个替代品 账处理和合同资产 合同负债一模一样 以上是我们关于 合同资产 合同负债 以及合同结算 三个新科目的所有内容 接着来看一下 这两个新科目 分别是合同旅游成本 以及合同取得成本 合同旅游成本 其实我们在讲解 合同结算立题时 已经刚才简单介绍过了 来看一下官方定义 说合同旅游成本指的是 为履行当前或预期取得 合同所发生的成本 只不过呢 这个成本 这个支出不属于其他准则 合算的范围 我们需要将这个支出 这个成本确认为 合同旅游成本 而合同旅游成本的性质 属于资产 什么意思 我们为了了解合同旅游成本 我们从这句话出发 它不属于其他准则 合算的范围 那什么叫做其他准则 合算的范围呢 假设 假 像以销售螺丝粉的啤酒 那为了完成这一个合同 假公司 是不是要生产 加工啤酒 那生产 加工啤酒 发生的支出 发生的成本 在哪一个会计科目当中合算 首先 发生的支出 发生的成本 也是假公司 为了履行合同 发生的支出 但是 根据存货准则 相关的规定 我们且生产加工存货 所以的支出 我们就到库存商品 相关的科目当中 这就是属于其他准则 合算的范围的含义 如果是我们且 为了完成合同 发生的支出 发生的成本 被别的准则 合算了 需要将其确认为 库存商品 那么我们就不能将其 进入到 合同履约成本 那如果说 假 帮以盖个楼 那在盖楼期间 发生了各种支出 各种成本 该怎么办 进入哪里 能不能进入到 库存商品 不可以 那么起一个新的科目名称 一个新的科目名称 叫做 合同履约成本 来看一下 在我们企业发生支出时 将其资本化 进入到合同履约成本 可以硬实理解为 我们企业生产加工存货 发生的支出 进入到库存商品 只不过 合同履约成本 合算的是 存货准则 没有合算的范围之外的 未完成合同 发生的支出 那接着 既然这仅仅是一个中转科目 后续需要转到主营业务成本当中 如果说明企业生产加工存货 这一个库存商品 未来也是需要转到主营业务成本当中 所以说 学习合同履约成本 同学们 一定要类比和存货 一起学习 不要孤立地学习 因为二者都是为了 完成合同 发生的支出 那问题是 这里 合同履约成本 我们什么时候 可以转到主营业务成本呢 如果这里属于库存商品 当我们企业销售 存货时 客户取得商品 控制权时 可以将库存商品的金额 转到主营业务成本当中 但是 那这里 我们该如何去结转主营业务成本 很简单 我们看一看这一个单项旅业务 我们体验是如何确认收入的 如果收入 我们是在一个时点 一次性确认 这个单项旅业务 属于时点性旅业务 那么我们这里的合同旅业成本 也在确认收入的时点 一次性全部就到主营业务成本当中 那如果说 这一个单项旅业务 属于时段性旅业务 这个业务 我们是分段 确认收入 那我们 合同旅业成本 也跟随着 确认收入的模式 我们也分段 就到主营业务成本当中 大白话就是 收入怎么确认 我们这个成本 就怎么结转 模式一模一样 调到合同旅业务成本 来看一下合同取得成本 合同取得成本 指的是 不取得合同就不会发生的成本 官方定义说是取得合同发生的或预计 且预计能够收回的增量成本 增量成本指的是不取得合同就不会发生的成本 最典型的是销售佣金 我们支付给销售人员的佣金 销售人员每拉人一个客户 每签订一个合同 我们给他一元块钱 这一个销售佣金 是不是合同不取得 我们就不会发生的成本 那针对这一类成本 我们将其就在合同取得成本当中 那为什么呢 来思考一下 就以销售佣金为例 正常这个销售佣金 是销售发生的支出 我们应该就在销售费用当中 假设当期有个客户 跟我们企业拉来一个大单子 盖一个厂房 哇这个厂房几百万平方 平方公里 哇超级大 是一个巨无霸的工厂 我们给予他销售佣金 假设一千万 而我们这一个大单 我们企业未来估计要完工五年 连续五年 我们整个厂全部都围绕着这个订单来运转 那同学们思考一下 这一个一千万 本质上属于销售费 我们是在取得合同当期 确认为当期的销售费用 还有说 分五年 分别确认销售费用 你思考一下哪一个更合理 哪个更合理 这一个订单 这一万 这一千万的支出 是如果取得未来五年的收入发生的 根据全责发生这个理念 那是不是意味着 这一个销售佣金 我们在未来五年 逐年分摊 这种处理更加合理 而不是发生时 直接就到当期损益销售费用当中 所以当发生销售佣金时 我们先将其就到合同取得成本当中 然后呢 未来也是 跟随着收入确认的模式 收入比如说是未来五年 逐年确认 我们这里的销售佣金 也每年节转一点 每年节转一点 那如果说 这个收入是一次性确认的 我们在确认收入的数点 把这一个合同取得成本 一次性转到当期的销售费用即可 当然 关于销售佣金 考试考的比较少 而这两个科目 我们同学们更多掌握的是 定性内容 我帮你们总结好了 来看一下 哪些支出 不用基于到合同取得成本 哪些支出 不用基于到合同取得成本 这些是考试的重点 比如说 增量成本 是基于到合同取得成本当中的支出 那非增量成本指的是 无论是否取得合同 都会发生的成本 它属于非增量成本 因为增量成本指的是 不取得合同 就不会发生的成本 那如果说 无论是否取得合同 都会发生的成本 它属于非增量成本 而非增量成本 我们一般是 发生时 直接记录到当期销售 比如说 拆旅费 投标费 各种的资料准备费 这些费用 甭管有没有取得合同 都会发生 属于成本 该总办 发生时 记录到当期销售 或者说 我们发生了一个成本 但是无法和某一个合同挂钩 也不能对合同取得成本 来进行账处理 比如说 根据年度销售目标 个人业绩等因素 向销售部门经理支付的年度奖金 这一个成本 不能和某一个合同直接挂钩 所以说 也不能作为合同取得成本 来进行账处理 除非 来看一下 除非 题目特别说明 这些支出 明确由客户承担 我们就可以将其作为 合同取得成本 但考试考这个 概率偏低 更多的 作为坑 来考察同学 这两类支出 不能作为合同取得成本 来进行账处理 那接着 哪些支出 不能进入到合同履约成本呢 管理费用 非正常消耗的料工费 以及 与履约业务中 已经履行部分相关的支出 或者说 无法在上位履行 与已履行的履约业务之间 区分的支出 我们都不能将其进入到 合同履约成本 这里属于 纯理论的内容 我也不去解读 说为什么不进入到合同履约成本 咱考的不是写了文 考的是账务处理 这里简单了解即可 考试的时候 你能识别出来 这些支出 不能进入到合同履约成本 也不能进入到合同取得成本 即可 来看一下经典考题 这个题说 下列各项中 不应作为合同履约成本 确认资产的有哪些 A 未取得合同发生 但预计能输回的增长成本 就哪里 就到合同取得成本 来 合同取得成本 要不要就到合同履约成本 他俩不是一回事 你确认合同取得成本 意味着肯定不能确认 合同履约成本 因此 A 当选 A 也不作为合同履约成本来核算 而BCD 不就是我们刚才总结的 不作为合同履约成本的相关支出吗 BCD 来看一下 BCD 全在这里 语言文考察 所以说课后 把这些内容反复研读即可 考前都看看 可能就会送你两分 这是经典考题 选ABCD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合同成本的简直问题 因为合同取得成本 或者说合同履约成本 它本质上都属于资产类科目 资产类科目 肯定会产生简直的问题 在讲解之前 同学们给我思考一个问题 我们就以合同履约成本为例 当期我们企业发生合同履约成本 300万 而我们预计总成本是1000万 那是不是意味着 我们企业继续往该合同投入700万 就可以完成该合同 就有权利收取该合同当中的所有对价 这是我们这一个合同变现的区道 投入300万 再投700万 晚工 有权利收取对价 这个问题是不是似曾相识呀 回想下我们存货上节 我们且生产加工库存商品 可以实现变现 那为了生产加工库存商品 我们先购买原材料 假设我们且接到一个订单 生产加工螺丝层约啤酒 我们先采购原材料 300万 我们后续该怎么办 继续投入相同的成本 假设我们再投700万 意味着产品可以生产加工完毕 总成本1000万 原材料成本300万 再投700万 然后呢 库存商品加工完毕 总成本1000万 然后可以将其变现出售 来思考一下 这里的合同纽约成本 和用于继续加工生产存货的原材料 二者性质是不是一样呀 都是发生息支出 未来再投入一些支出 可以变现 合同完毕可以变现 那既然这样 那二者在 减值处理上 这样处理会不会也很相似 答案是正确的 正是由于合同成本 合同纽约成本 和用于继续加工生产存货的性质很相似 所以说在经营减值时 二者的账税逻辑也非常相似 同学们掌握这个方向之后 我们来学习合同成本的减值会更加轻松 这也是我一直倡导的学习理念 学习出块会计 一定要站在一个考点的肩膀上 去学习另外一个考点 就这样你们才可以事半功倍 来 有了这一个方向型的内容 我们来回忆一下 语言材料减值 用于生产加工产成品的语言材料 是如何确认减值的 很简单 用语言材料成本 和语言材料可变形净值 去对比就好了 而语言材料的可变形净值对于什么 根据我们第一次复盘课课程当中的讲解 我给同学们推导过 关于语言材料用于生产加工存货 可变形净值的推导过程 有没有印象 我推导过这个过程 语言材料的可变形净值 如果说它用于生产产品 等于什么 等于产成品的可变形净值 减去制完工将发生的成本 有没有印象 甭管产成品未来会不会发生减值 其实这一个工事是不变的 语言理为讲过了不重复 好 既然用于生产加工存货的语言材料 可变形净值等于产成品的 可变形净值 减去制完工将发生的成本 那我们合同履言成本这个减值 该如何进行呢 该如何进行呢 我们赵猫画虎 其实非常相似 首先期末了 将合同履言成本金额拿过来 七百万 我们去对比 对比什么呢 语言材料的话 去对比语言材料的可变形净值 而这里合同履言成本 我们去对比合同履言成本的可变形净值 语言材料的可变形净值等于产成品的可变形净值 减去制完工将发生的成本 我们这么话 合同履言成本的可变形净值等于 我们因准二相关商品预期可以收到的受理对价 大白话就是 我们把这个合同完成了 可以收到多少钱 减什么 减去 制完工将发生的成本 来看一下 这两个名词 其实就是产成品的可变形净值 以及制完工将发生的成本 只不过换了一种表述 因此关于这个内容 我们可以将其称为 这也是我自己定义的 可以将其称为是 合同成本的可变形净值 是用未来完成合同收到的顺利对价 减去制完工将发生的成本 这是合同成本的可变形净值 这个公式和原材料 用于继续生产加工存货 的可变形净值是一样的 我也不退导过程了 那接着 我们用 我们用这一个资产的证明价值 和它的可变形净值对比 如果说A大于B 是不是意味着发生减值了呀 A是700万 B是600万 可变形净值是600万 这边上700万 是不是意味着发生 发生100万的减值 所以说我们需要确认减值 把金额调成更低的B 那如果说A是700万 可变形净值是800 900万 没有发生减值 我们无需进行账务处理 继续按照A计量即可 那接着 该如何编写快据分录呢 A大于B 700 大于600 我们确认100万的减值 合同成本发生减值 一方面 带合同履约成本 减值减值准备100万 另一方面 借什么 借资产减值减值 这个科目和原材料减值时 确认的减值减值科目是一致的 写出相关的一个会计分录 带合同履约成本 或者说取得成本 考试如果考 肯定考履约成本 100万 借资产减值减值100万 综上 这里的账务处理逻辑 和用于生产加工存货的 语言材料减值问题 其实一模一样的 找什么 找可变形减值 可变形减值是 最终变形价格 减缺制完工 将发生的成本 这里同学们找到了一个滑点 说老师 我找到一个滑点 我说什么呀 他说老师你看 这里 根据校材规定 我们期末 拿的是合同成本的 账务价值 去对比 而语言材料 如果说发生相互减值 是由成本去对比 的确 表述不一样 但其实一样 我给同学们分析一下 假设 同学们假设 我们说语言材料 发生减值 成本 100万 第一年年末 可变形减值是80万 那是不是意味着 该语言材料 第一年年末 需要确认资产减值 20万 20万 到第二年年末 成本还是100万不变 可变形减值变超95万 没问题吧 95万 意味着减值 多少 应该减值5万 而之前确认了20万 我们当期 根据最新信息发现 只需要减5万 该怎么办 语言材料减值是可以转回的 所以说我们应该 在第二期 根据最新的可变形减值和成本去对比 发现只需要确认5万的减值 已经确认20万了 当期转回15万 借存货低价减值为15万 带什么 带资产减值所值的15万 当然这一个 可变形减值上涨的原因 应该是以前减值因素消失 这里不够多产数 那接着 接着从这边思考一下 那如果说 咱们这里属用了 赚面价值 会成什么结果呢 第一年 100万 成本100万 也等于赚面价值 可变形减值得以80万 意味着确认20万的减值 到第二年 到第二年年末 请同学问 这一个合同成本的 账面价值多少钱 账面价值要减去减值金额 变成80万了 成本是100万 但根据合同成本减值的规定 需要用赚面价值 去对比它的可变形减值 假设可变形减值是95万 同学们会发现 诶 赚面价值小于可变形减值 该怎么办 继续按照这一个 按照80万计量 就不能 同学们 就不能转回 直接确认的减值了 有没有发现 如果说我们左边 使用成本 使用成本去对比可变形减值 未来的减值能转回 但如果说左边写 账面价值了 80和95一笔 80小于95 好像不能转回 但你不用怕 所以说教材 正在这里写成了账面价值 但它补了一句话 你来看一下 它补了一段话 如果说未来 以前减值的因素 发生转回了变化了 当币 当可变形减值 高于账面价值时 就我们刚才这个案例 95万大于80万 而大于的这个差额 我们可以在之前减值的范围内转回 之前我们第一年确认了20万的减值 这里大数可以转回 你们发现 教材逻辑是自洽的 他虽然说把这里 由之前原材料的规定 当中的成本 改为了账面价值 但是呢 他加了一个规定 可以保证这个减值 也是可以转回 综上 由于这一个规定 我个人认为 合同成本的减值 和用于继续生产 加工存货 原材料的减值 而且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考试很可能 考一个题目 但考试题 你千万不要说 老师完蛋了 没学过 他其实就是用于 继续生产 加工存货的减值 没有本质区别 这个考点 以前没怎么考过 但我认为 极有可能 考试考一个选择题 就是原材料减值的问题 给你换个马甲 换个马甲 考试的时候 照猫画虎 做题逻辑 都是一模一样的 以上是我们 合同成本的最后一个问题 合同减值问题 提起的时候 一定要和 用于继续生产加工存货的原材料 简直相对比学习 不要孤立的学习 讲完了我们四个新科目 我们来总结一下 合同资产 合同资产 合同负债 旅员成本取得成本 而合同资产 合同负债 同学们要和应收账款 运收账款 去对比 特别是他俩 合同资产 面临的风险更大 应收账款 面临的风险 更小 同时呢 我们要掌握 二者能不能抵消 这是考试的重点 我们二者是 同一个合同 可以抵消 不同合同 不能抵消 而针对一些 时段性旅游义务 一些建筑服务 我们企业可以 使用合同结算 这一个科目 来代替 合同资产 合同负债 不是新内容 考试的时候 一定要做出来 而关于旅游成本 和取得成本 重点掌握什么 掌握不能进入 这两个科目当中的 相关支出 这个是重点 大概率考一个选择题 同时 关于合同成本的 简直问题 对比 用于继续生产 加工存货的 原材料相关简直 去学习 不要孤立的学习 总结一下 关于这四个新科目 考试不可能说 针对他们 直接考察 为什么 因为会计科目是 运用于账务处理 当中的一个工具 它不是结果 考试重点考察 我们接下来讲解的 八个核心考点 也是八个 特殊交易货事项的 账务处理 同学们 在这八个 教育货事项 照处理 学习工程 我们会运用到 这些科目 所以说 它们仅仅是 工具 不是目的 而本章的重点 即将来临 我会计判识的 我会计判识的